我所住的地方附近治安特别好 一直以来我都住得很安心 有一天晚上 我和朋友在酒吧喝酒 很晚才回家 虽然我喝得并不多 但是我还是有点醉了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养的小狗旺财 很激动地跑过来找我 我没搭理他 旺财一直跟在我身后 虽然我觉得他今晚的心眉有些奇怪 还直接跳到我的床上 但是我实在太累了 也没有去管他 我躺在床上 很快就睡着了 而旺财不停地在动 把我吵醒了 我看到旺财还站在我的床上 他一直望着房间的角落 我坐起来 看看他到底在看什么 可是房间太黑了 我去把灯打开 就在这时候 我注意到 他正在看着衣柜 衣柜门缓缓地被打开了 我的心 瞬间警惕了起来 旺财开始不停地在吠 我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 让他闭嘴 他看着我 也安静下来了 我打算起床去看看 后来我想着 如果衣柜里头有人的话 我必须要找点工具来保护自己 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去打开那扇门 而是急忙跑到厨房去 拿一把刀 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 我鼓起勇气 去把衣柜门打开 而衣柜里面 根本没有什么异样 我也松了一口气 接着把刀放回了厨房 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 我看见 旺财在我的床下 又开始废起来 我弯下腰去看 竟然看到一个男人 藏在我的床底下 刚好我跟这个男人两眼相对 吓得我浑身发抖 我立马跑到邻居家 敲他们的门求救 我的邻居穿着睡衣出来 我跟他说 我的床底藏着一个歹徒 你能帮帮我吗 他让我马上进来 并帮我报警 当警察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 那个男人 已经不在我的房间了 自死之后 我再也不敢 一个人独处了